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曲が、ロシャキLe Carla 。 この課題といえば の課題が ですね。 あの、 有課題の都が 従業にいる Kre派驚訝 レ mental 我都跟學生孩子說 你如果有辦法拿政書的 或是有辦法拿學位的 趕緊拿 真正到時候你要用 就很方便 我們政書擺在那裡 我們就有這個主教 所以我從學校開始 如果有政書的 我都會去拿 我又說一個 我的例子給大家參考 我鼓勵我們年輕人 因為我本身我是專門職業人員 專門職業人員就是 是經過我們國家的 當然這是劉門政府的 考試院的科技 所頒發的專門職業徵照 我哪有啊 但是 跟七十幾歲 公會還頒布一個 評價會計師 評價 評價 評價會計師 不會被把考試 我如果去參加 走在那裡 在國口的 會計師 公會的 會計師 公會的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同样 你若没有去跟上时代 慢慢你的时候你的生活会被淘汰 所以我很辛苦 因为我是研究所谓高兴 所以评价里面所谓的我又很清楚 所以我又去收穫 又去参加他们的科技 当然我若拿一张评价会计师 这就是要跟大家说 无论每一个人都同样 到时候把你的资料排出来看 这是必然的 不然那些人到底是要用多少 所以说 所以说 你来讨高兴班 就是成功一半啦 自己高充一下 就是要跟上班 所以说 你来讨厌 如果你能够找到 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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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那麼多人 這就是代表精神 由第一次開始 要跟最終結束 都在這裡上課 這樣很好 我就是 我們這就是 等於是 複邪性主 學習的一個情形 我今天 準備一些 PowerPoint 初期班 會閉幕室 講不完 我們可能 接著講給他 後期班 我們有時候要補充 最近的情形 我讓大家知道 跟我們大家 有關的 我們都來中學習這邊 我們所有人 大家 在這裡 跟外面 都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不一樣 我們因為 是 用 國際法 進政法 古金山 河邊條約 在 法學院開口時 尤其是 古金山河邊條約 都不把你開 把你蓋住 不一樣 歷史 這個情形 我們所 體會到的就是 什麼 今天 在 台面上 這的人 站在港台 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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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所謂的 那 在 看到 每個人 都不一樣 你們 都不一樣 這 那在校校裡面,校長說的會在港台上說的,跟港台落後再說的,會怎麼沒什麼樣的? 那這就是什麼?這就是劉盟政府的性情嘛,從大官到小官,都是在騙啦! 這個我也跟大家說這是,因為怎麼說都是在騙,因為我自己為例子,我自己為例子。 我也有很好的一個朋友,他叫楊教授,我去台中的時候,他都會跟他學,會跟他學,會跟他學, 說到台灣的真相的時候啦,反正家母就沒什麼跟他講了。 那是怎麼這樣? 他命十八八啊! 既得利益者嘛! 他說,天教授啊,利益是在騙什麼? 他說我在騙什麼啦! 他說,還有八次跟我說得很嚴重,說你違背你的祖先! 我心裡說,他是我的學長啦! 但是我拿教授還比他早拿到啦! 但是他是我的學長! 當然我會珍重學長啦! 我... 我有... 我有跟他講喔! 我回去我們祖父, 彭琴公子,大家都知道嘛! 彭琴公子就是那個叫做... 叫做... 骨灰潭啦! 骨灰潭啦! 早期都是土種啦! 後來現在都是把它... 等於土種的要挖出來都... 活化以後啦! 撿骨以後啦! 都換到骨灰潭! 進塔啦啦! 現世都這樣做啦! 我... 也是很認真的到我的祖先! 可能有... 十幾個骨灰潭啦! 找一找看看! 只有兩個! 寫的... 唐山族! 我心裡面... 奇怪! 唐山... 他應該要寫... 什麼名字... 什麼門... 第幾代嘛! 這樣寫嘛! 但是他沒有骨灰潭... 外面寫的唐山族! 唐山要當山來的祖先啦! 找不到唐山媽咧! 真的說... 找不到啦! 他說我... 我會被祖先! 我... 我哪感覺到... 我很懷疑啊! 這個是... 給大家思考喔! 這個是... 林瑪麗怎麼講? 馬天醫院的林瑪麗 那麼... DNA的血液... 檢定啦! 說... 本土台灣人...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啊... 差不多都是... 平埔值的啦! 有沒有... 無骨灰潭大尾...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 你是有... 無骨灰潭大尾的話... 那你是平埔值的... 那我... 如果... 去桌大尾... 坐桌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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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說... 我是違背... 我的祖先... 那所以... 我現在... 我要告訴他說... 他說... 他也是剝桌大尾的... 去調查看看... 沿... 沿... 海... 一帶啊... 廣州... 福建這邊... 有沒有... 無骨灰潭大尾的... 這個習慣... 沒有嘛... 平埔值... 是以... 母系社會... 無骨灰潭大尾... 這個就很明顯嘛... 這個是常... 他... 政府... 可以講說... 你不要講... 本土話... 一講... 要花錢... 要不要掛牌... 但是... 他... 沒有改變我們... 無骨灰潭大尾... 他沒有想到啦... 啊... 如果想到齁... 一定就跟你... 改革啦啦... 4月1號... 是怎麼說愚人節...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啦... 我這樣... 很想不到... 一個政府... 跟我們說4月1號... 是愚人節... 騙人的... 那個時候... 頒布的法令... 不算... 是假的... 這... 大家... 大家去想看看... 這是不是... 要把我們改變... 最近... 這... 齁... 我...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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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 是怎麼... 現在... 馬英九州... 抗戰... 70年... 台灣... 那個... 不是寫台灣啦... 你要說... 中華民國... 抗日... 啊... 70年啦... 怎麼... 那個... 要...中華民國... 不寫...寫台灣... 啊... 李登輝說... 不是啊... 那個時候... 台灣... 就是... 日本的... 啊... 你看看... 差那麼多... 啊... 到底... 歷史... 是怎麼寫的... 啊... 啊... 李登輝說... 現在... 70歲以上的... 本土台灣人... 你... 就是... 也就是... 黃明... 黃明啦... 就是... 就... 就是... 不... 那個... 那個天皇啊... 天皇的臣民啊... 那個... 因為再補充一下... 柯批在選的時候啦... 好... 好婆春說... 柯批是黃明... 您不能... 來選... 我們首都的市長啦... 但是下一句沒有... 不敢講出來啊... 下一句不敢講啊... 他只是說... 柯批是... 黃明... 啊... 應當... 我替他補充啦... 因為... 柯批你是... 啊... 日本人... 啊... 成民啊... 黃明啊... 你是黃明... 所以... 你不能來選... 我們流亡政府的... 市長... 首都市長嘛... 啊... 連戰也這樣講啊... 啊... 這個是什麼... 一定... 七分的很清楚啦... 但是我們這邊的老百姓... 根本都不知道... 啊... 我們都不講清楚... 這一次啦... 李登輝真的都講出來了... 講得很清楚啦... 但是我們這邊的人民... 還... 還... 還不知道... 真的還不知道啦... 我... 我自己就是... 我叫我父親叫我... 叫我媽媽叫... 啊... 啊... 他叫我說... 父親喔... 啊... 到底... 我是什麼人... 因為當時他們是日本人啊... 啊... 啊... 後來把他改... 啊... 說... 關戶啦... 回歸祖國... 國籍可以給你... 亂改的嗎... 我們到美國... 到其他國家... 都先從什麼... 機名開始... 出了五年以後... 沒有犯罪... 表現不錯... 啊... 再來... 考... 公民考試... 通過以後... 才給你公民啦... 啊... 我們不是啦... 一下就把我們改為... 啊... 前一些... 時間啦... 秘書長常常用這樣... 比喻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說... 猴子跟猴子... 生下來的是什麼... 猴子嘛... 那... 如果說... 日本人跟日本人結婚以後生下來是什麼... 日本人嘛... 啊... 會不會跑出... 中國人出來... 啊... 就是我... 後來... 變成中國人啦... 啊... 大家想想看... 這個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一個不負責的政府啦... 都是會扭曲整個歷史... 啊... 當然... 啊... 大家去思考這些問題喔... 很... 嚴重到現在... 啊... 為什麼... 克剛... 啊... 來... 跟... 也是黑鄉... 為什麼... 他不願意... 真實... 呈現在... 整個... 啊... 台灣這塊土地上... 能夠騙的... 就跟你騙了... 啊... 啊... 他都不呈現... 講一個不好聽的... 真的... 他... 不會悔改... 我... 我一直感覺啊... 台灣人民啊... 真的是... 對... 流亡政府... 過來的這一批人... 啊... 真的是... 很... 包容... 也就是... 啊... 可以接納... 事實上... 一般民間上不會有什麼... 對... 對... 衝突... 但是... 往往... 政府... 故意跟你挑弄... 真的有的家庭啊... 就是... 通婚以後啦... 變成一談到... 政治上的問題啦... 啊... 選舉上的問題啦... 就... 啊... 家庭就結婚了... 啊... 這些啦... 我要... 啊... 跟大家... 講... 這個就是什麼... 啊... 就是...啊... 必須... 我們台灣民政府... 啊... 接掌以後... 一定要... 徹底的... 啊... 去... 改正過... 啊... 這些的... 實際上... 是... 啊... 真正的...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完整的歷史... 那這樣... 對... 以後的... 啊... 人民才有真正的交代... 不能以中華民國... 啊... 好的... 就說... 啊... 中華民國... 壞的... 都說是台灣... 就是這樣啊... 為什麼你都用... 啊... 中華民國就好了嘛... 如果你... 都用中華民國嘛... 你說中華民國... 啊... 抗戰... 七十年... 都不會有問題嘛... 啊... 你說台灣... 抗戰... 啊... 抗戰... 跟日本打戰... 就七十年... 李正輝說... 那時候他是... 日本人啊... 他是... 志願軍啊... 啊... 他怎麼會有抗戰七十年... 對啊... 這個是事實啊... 我們只是說... 我們來這邊受信啊... 能夠了解的更多... 也... 知道啦... 為什麼... 到現在... 啊... 中華民國政府都不會悔改... 都不會去思考... 如何... 啊... 把這個歷史的真相... 啊... 告訴台灣人民... 都不願意嘛... 啊... 不願意的話... 在那邊就是... 啊... 謀佛嘛... 啊... 有的說... 啊... 都... 都... 講謀佛啦... 啊...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啊... 要我們來... 啊... 大家的責任... 來... 去... 啊... 完成... 我們未來的... 啊... 使命... 好啦... 當然... 我們現在就看... 啊... 我們準備的一些資料... 啊... 來... 告訴大家... 啊... 有講過的啦... 啊... 我就... 跳得比較快... 我們複習一下... 那... 當然這個... 一定還要再稍微... 講一下啦... 我們的宗旨啊... 一定要記住... 如果大家... 不是... 為人民來... 服務的... 不是為人民設想的... 最好... 你... 不要來... 以後到時候... 犯罪的... 第一個就是你... 我為什麼這麼講... 很多事情啊... 好像... 某... 某... 某種狀況... 交代給你啦... 啊... 你... 應當是你的責任... 啊...你不去做... 你就推給下面的人... 那... 這樣的話... 到時候... 你根本沒有去考慮到人民的... 利益... 那... 到時候... 編性的... 就是... 啊... 所以... 所以... 必須要大家... 啊... 注意啦... 尤其... 年輕的... 你們的... 機會啊... 那麼... 啊... 就是... 都要考量這些問題... 不能... 現在的教育不是喔... 現在的教育說... 我管我的... 我自己做好了就好了... 你如果要服務人民的話啦... 你的做好之外... 可以考量到... 啊... 橫線... 直線的... 是你做好了... 橫線的... 聯繫... 你有沒有去... 顧慮到... 也要考量喔... 所以... 啊... 我們... 很感謝啦... 柯P... 他真正是... 改變成真... 把... 我們的... 整個... 啊... 公務人員的... 體系的思想... 在改造...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 這個就是他的思想... 誰對聯啊... 就是... 他的思想就是... 一個... 啊... 城市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如果... 他沒有... 心向人民... 他會寫這個出來嗎? 所以... 真的是... 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很多縣市... 很多縣市的... 行政... 事務... 都是... 朝著... 台北市怎麼做... 等於是一個指標啦... 我為什麼... 這樣講... 我又是... 工業工程委員會的... 專家... 學者... 資料庫的名單裡面的... 審查人員... 審查人員... 我去審查一些案件... 他們... 所根據的... 大部分都拿... 台北市... 為... 標桿... 台北市... 怎麼做... 我們... 高雄市... 屏東市... 屏東市... 縣... 屏東... 都可以按照這樣做... 我是審查委員啦... 我去看... 看那個案子啊... 大部分啊... 都是... 超... 超... 台北的... 啊... 台北的... 怎麼情況... 是... 不犯法啦... 但是... 觀感不好啦... 因為我去... 在高雄... 在... 上... 上個禮拜三... 早上... 我去審查... 在高雄市政府審查一個案子... 說不定... 也... 出幾班了... 說不定... 也跟大家講過啦... 欸... 他... 建... 建二十八層樓... 他... 六百多戶... 他的停車位啦... 地下... 停車位啦... 只有... 四百多... 個停車位... 不是每一個... 家庭有一個... 停車位... 六百多個家庭... 只有... 四百多個停車位... 啊... 停車位還要... 還要買... 啊... 你還要買停車位... 那他還有... 一二樓又是市場... 啊... 所以... 我在那邊... 也丟出來一個問題說... 台北市啊... 柯市長的腦筋啊... 已經說... 馬路不是停車的啦... 有沒有... 馬路不是... 供給... 人家停車的啦... 馬路是要... 人左的啦... 汽車跑的啦... 不是... 畫停車格... 在那邊停車的啦... 我跟他講... 這個觀念... 以後... 都跟著台北走嘛... 但是台北還沒有實施啦... 但是現在... 就是按照舊的... 他們認為... 沒有... 蓋大樓... 一定要... 每一戶都要準備一個... 停車位... 那這個是什麼... 政府應當去思考的問題嘛... 為什麼... 車子亂停... 沒有... 沒有辦法停... 停得很亂... 交通很亂... 都沒有去思考... 你的法令要去怎麼配合嘛... 這個就是... 執政者... 一定要... 責任... 扛起來嘛... 馬路的設計... 我在國外... 人家等紅綠燈啦... 欸... 如果... 我們是... 現在是... 等紅綠燈啦... 右轉... 紅綠燈... 右轉... 也要開滑... 有的... 在國外啊... 等紅綠燈啦... 他另外要... 啊... 右轉的... 另外有開一條... 電道出去... 根本... 你就不要再等那個... 紅綠燈... 紅綠燈... 有去... 國外的... 請舉手一下... 也蠻多的嘛... 注意一下... 交通... 事實上... 我在國外住啦... 那麼... 那麼久啦... 他們交通的設計上啦... 一碰到... 紅綠燈的時候... 他一定有... 旁邊... 開一個... 給你... 啊... 右轉的... 那右轉的... 不受紅綠燈的限制啦... 到... 到... 到來啦... 才是... 啊... 紅燈... 但是之前... 就... 有一個... 道給你轉出去... 那這樣的話... 才不會堵車嘛... 很多事情... 啊... 都要... 去... 改革啦... 要...去... 注意啦... 啊...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 未來的工程... 很重... 啊... 我要... 感謝大家有興趣... 來參與... 啊... 很好... 大家... 必須要... 那個... 那個... 欸... 啊... 對不起齁... 我講完了... 你有問題... 我好... 在... 下課以後... 我留幾分鐘... 啊... 不要打斷... 啊... 再來... 我們再來... 再來看... 啊... 因為這個... 初期班... 都講過了嘛... 啊... 初期班... 你沒有來... 你... 啊... 先回去啊... 沒有關係啊... 啊... 有的在... 所以... 這位啊... 大家要... 記住這個人啊... 這個人是... 啊... 這個是... 啊... 美國... 治理國務卿... 他是管亞太的啦... 啊... 叫做... 羅斯... 啊... 羅斯... 啊... 羅斯裡面啊... 他這個... 羅斯裡面啊... 他說... 支持... 台灣自治啦... 啊... 這個自治是... 有什麼... 上面... 有人的自治... 喔... 英文... 啊... 就上面有人的自治啦... 啊... 我們上面有什麼人... 當然... 我們是屬於美國金政府... 但事實上這一塊土地啊... 是屬於天皇的... 所以... 我們上面啊... 就是天皇... 要... 他有所有錢... 所以他要支持我們... 啊... 可以... 來我們... 啊... 自治... 像什麼... 加拿大... 現在的加拿大... 啊... 澳洲... 澳大利亞... 還有那個... 啊... 紐西蘭... 就是... 可以給台灣自治... 但是... 不可以... 啊... 獨立... 你必須上面有人... 啊... 這個人誰... 日本天皇... 啊... 那這樣OK... 啊... 名字都用台灣... 跟加拿大完全一樣... 這樣不是很好嗎... 人家有所有錢... 啊... 柯皮講... 啊... 為什麼... 滿清... 丟掉台灣... 啊... 事實上這個台灣... 當時候是滿清的殖民地而已耶... 也不是全部的台灣都是屬於滿清的耶...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奈化地圖... 像一個蟲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有... 有... 那個... 東邊... 還有... 高山... 啊... 地區... 都是原住民的... 日本... 啊... 啟得... 台灣以後啦... 從北一直往南... 政府... 打了十年耶... 才把這些高山... 啊... 高山族的... 全部... 統一台灣耶... 十年喔... 時間也搞了很久耶... 啊... 不是... 一下子... 所以高... 高山... 啊... 他們是... 在... 在... 第二次... 那個... 啊... 大戰的時候啦... 麥克拉帥... 在揮兵啊... 的部隊都被我們... 高山... 義勇軍... 簽名... 他... 真的想不到... 從... 從... 從後面... 從... 高山... 下來... 啊... 剛好... 他們... 不會想到說... 怎麼會... 從... 高山... 打下來... 他們... 認為... 是從... 海面... 打上來... 才對啊... 怎麼從... 高山... 打下來... 這個就是... 我們... 啊... 高... 啊... 高山... 高山... 同胞的... 優勢... 所以... 啊... 整個台灣的真正統一啊... 是... 啊... 日本... 全部... 政府啦... 啊... 然後啦... 在... 實施... 防民交易... 哦... 你可以改日信... 啊... 你不改日信... 也可以... 啊... 就這樣... 教你日文... 啊... 那麼... 等於... 我... 我們的... 語言還給你保留呢... 啊... 也沒有說... 你沒有講日文要掛牌耶... 還要收錢耶... 啊... 這個給大家思考啊... 事實上是這樣啊... 這個... 這個就是... 一個... 國家有... 眼見的國家... 它會... 保存... 你... 當地的... 啊... 文化... 跟史觀... 啊... 不會... 把你的... 人的價值觀念... 史觀... 啊... 全部把你毀滅... 你要... 追隨它... 依照它的史觀... 為... 觀念... 那是不對的... 啊... 我想... 這個... 大家清楚... 齁... 已經差不多啦... 齁... 大船... 離港... 已經差不多啦... 因為他們最好的... 啊... 那個... 金普通... 齁... 啊... 我... 我... 這個... 不想講啦... 因為... 他... 他... 如果是他... 跟... 要... 要講的話... 就跟... 跟我同事啊... 也是... 他... 是我... 同事的... 弟弟... 不好意思... 他... 他是... 進金的啊... 進金的啊... 那... 這個因為... 中國... 事實上... 中國高層啊... 都已經很清楚台灣的真實地位... 他只要啊... 認為... 中華民國... 只... 在... 台灣的... 認為啊... 台灣... 是屬於... 中華民國的... 啊... 所以說... 中國... 也認為... 你們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那麼... 我就有... 全力啦... 來... 收回... 這個怎麼講... 韓國... 的... 大使館... 以前... 中華民國的... 大使館... 那個... 中華民國... 斷交以後... 韓國跟中華... 民國斷交以後... 中華民國的大使館... 就... 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 接收... 啊... 這個就是什麼... 他這個就是... 類似這樣嘛... 啊... 你... 中華民國認為台灣... 就是... 中... 台灣澎湖... 就是中華民國的... 那麼... 中國說... 我是接收... 中華民國的... 所有的... 財產... 那這樣... 誰搞清楚啊... 國外那些小朋友都搞不清楚啦... 連我們自己... 也搞不清楚啦... 所以他也... 喊出來... 他有錢收回什麼... 事實上... 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的是... 啊... 他們認為... 說... 你去什麼... 條約... 找找看... 根本... 不可能的事... 連帶拿出來... 比比看... 他們... 為了要迷糊... 說... 七十年... 對日抗戰... 他說... 台灣七十年對日抗戰... 李登輝說... 七十年... 那個時候... 我是日本兵... 日本是他的祖國... 要怎麼去抗戰... 大家去想想看啊... 怎麼會去打自己... 他一定要講說... 中華民國對... 日本... 抗戰七十年... 那可以啦... 我們接受啦... 你把台灣拉進來的話... 這不對了啦... 這個... 也給大家看看啦... 他說... 他講... 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中國... 會... 很... 就是... 會改變啦... 二十年後... 中國會比較... 啊... 經濟會... 比較... 不好啦... 為什麼這麼講... 他很舉得指標的例子... 他說... 現在高官的孩子... 百分之九十... 都在美國... 啊... 辦... 移民啦... 高官的孩子... 親戚啦... 孩子啦... 一些... 百分之九十... 在... 在美國... 辦移民... 中國... 有錢的... 百分之八十的... 人民的... 獲養孩子... 也都在... 國外... 辦移民啦... 那這個國家... 會搶嗎... 會好嗎... 會好嗎... 他... 根本... 自己... 的人民... 不會看好... 自己嘛... 這個... 這個就顯然... 這些... 都可以上網去查... 齁... 因為... 大家都... 很... 習慣啦... 都會上網查... 嘛... 大家... 也... 很清楚... 齁... 以後... 電腦... 一... 談到這些... 我... 我... 認為... 我們的政府啊... 實在是... 電腦... 期待啦... 人腦... 跟... 人的... 啊... 那個... 作業... 文書的處理以後啦... 我很清楚... 以前的會計師事務所... 一到查账期間啊... 有時候都要睡在辦公室... 為什麼... 都是用... 用所寫的... 用所... 所做的要改... 現在啦... 寫好了以後... 再拿去給打字行打... 打字行打完了... 再送來... 啊...再對... 哇... 真的是... 工程... 真的是... 浩大... 幾乎... 會計師啊... 事務所都很忙... 以前是三月... 要... 要... 要報稅... 後來... 延到五月... 現在都不要加班了啦... 為什麼... 啊... 自己... 出來以後... 又有這些... 城市... 跑一跑... 錯的就... 找出來... 要改的你就改好啦... 馬上一按就印啦... 要看以前... 打字... 送去打字... 是一個一個敲呢... 有的... 還搞不清楚... 如果... 年輕的... 不會體會到... 我所講的... 當時候的打字是... 拿這樣一個一個敲... 打千字一個一個敲... 敲... 敲好啦... 啊... 送來... 再對... 看有沒有敲... 敲... 敲錯... 啊... 你看... 當時候... 耗用的... 人力... 我的感覺... 政府的... 公務人員... 文官... 電腦畫以後... 最少可以省一半... 有沒有... 沒有啦... 還增加什麼... 固... 固員啦... 為什麼會請固員... 這些... 我國家考試... 考過的... 你沒有辦法跟我壞啊... 我不要給你... 我不要大錯... 你要... 記三個大過才可以壞掉啊... 我也都不犯錯... 我跟你拖拉拉... 上面的時候要... 要趕收... 一個禮拜要交件... 我到兩個禮拜也沒有交... 而我能力... 我只要再來... 上班打卡... 下班打卡... 我也不摸魚... 那你也沒有對... 對我怎麼樣啊... 我那... 主管緊張啦... 好啦... 我這邊要用一個人... 來請一個固員來... 固員就聽話啦... 固員為什麼要聽話... 他沒有保障啊... 啊... 你做得不好... 好啦... 那你... 不來啦... 固員... 越用越多... 接著表示什麼... 他那個單位有問題啦... 指管有問題啦... 那邊... 聘僱的人員... 聘僱的人員... 也要想要清理... 清理... 這個... 這個就是觀念嘛... 啊... 啊... 在我的觀念上是怎麼樣... 實施電腦化以後... 當時候... 就減一半... 這是必然的嘛... 這是必然的嘛... 為什麼要電腦化... 為什麼要電腦化... 啊...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 向人民... 收稅... 你必須... 要... 替人民... 做事... 哦... 這個是... 啊... 不是啦... 啊... 人民是你的... 啊... 小... 老百姓... 我... 啊... 好像說... 我把你當人看... 這不是我講的啊... 馬英九這樣講啊... 去高沙族說... 把他當人看啊... 啊... 安倍晉三... 對我們關係相當的重要...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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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依照... 國際法... 戰爭法... 跟舊金安和平條約... 台灣... 台灣... 這塊土地... 就是... 美金... 佔領... 要... 回到... 原點... 日本... 天皇的... 土地... 那... 只好... 交還給... 日本... 啊... 天皇... 日本... 會... 將... 現在... 在... 管理... 日本政府的是誰? 安倍晉三... 那... 可能... 日本天皇也會拜託說... 麻煩... 你也去處理... 處理啦... 大家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琉球... 是不是這種模式... 大家考慮看看... 琉球是怎麼過... 去給日本的... 琉球也是先指支... 民政府嘛... 琉球民政府... 當時候... 琉球回歸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跑去琉球啦... 剛好... 我們... 台灣... 民政府... 也有幾位... 去琉球... 他們是... 這種模式... 所以... 我們... 也會... 這種模式... 這個... 這個就是... 未來的... 趨勢... 未來的...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 九十三歲... 九十四歲... 九十三歲了... 李登輝九十二歲的時候... 去日本... 有... 有沒有... 那時候... 他兩個女兒都要跟嘛... 也跟得去啦嘛... 一個... 九十幾歲的總統... 以前的總統... 要出去... 這麼簡單嗎... 沒有日本方面的邀請... 可行... 可能嗎... 我告訴... 各位... 這個就是政治學... 大家都要了解的啦... 一個總統... 退下來... 可以隨便說... 我到哪裡去旅行嗎...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啦... 尤其是九十二歲了... 在我的判斷啊... 我的思考啊... 是... 日本天皇... 要... 感謝... 啊... 那個... 李登輝... 所以... 他... 邀請... 他們過去... 在我的判斷喔... 再來... 這一次九十三歲啦... 他在氣... 他氣... 起來以後... 跟誰見面... 在那個地方... 以前日本... 欸... 以前... 李登輝... 從來都沒有發表... 說... 他也是日本兵啦... 日本是他的祖國啊... 以前有沒有發表... 人啊... 很久了啦... 他看了以後... 看了他以後... 在日本發表了... 大家想想啦... 動腦筋強啦... 為什麼... 看了他以後... 他才敢講... 這樣就這樣去思考就好啦... 因為... 他去看到... 歐巴馬看過啦... 有沒有... 他... 還沒有叫... 李登輝總統去之前... 他先跟歐巴馬談好啦... 歐巴馬說不定告訴他啦... 啊... 他... 再邀李登輝去... 大家去思考啊... 大家動腦筋啊... 因為... 願意來上課的... 大家都有智慧啦... 都會自己去判斷啦... 都會自己去判斷啦... 所以他是... 因為... 他心裡面都很清楚啦... 啊... 大家... 我講到這樣的話... 大家也蠻... 蠻清楚啦... 這個都看過啦嘛... 也講... 來... 剛剛... 美國... 東亞主理國務卿... 柔氏... 他說... 2015年... 是台灣... 重要的政治年... 阿輝... 柏州... 前... 他還有... 五年的時間啦... 他在日本... 發表... 啊... 前... 昨... 昨天說... 他現在還... 在... 為... 台灣... 努力啊... 大家想想看... 他93歲啦... 這個... 這個都給大家去思考... 自己找答案... 那麼他... 我想... 我們來看... 好... 這一段... 最後面這一段... 這個怎麼講 羅斯說美國會等待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領導人 這個怎麼講 當然這個跳船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也知道 這個我們也初級班都有談到 他當然現在在那邊如何去安排要離開的規劃 跟美國這方面去商量怎麼做 事實上我的看法 現在已經講好了 老早歐巴馬都跟安倍講好了 都已經講好了 所以安倍才有機會去國會演說 是日本開國以來第一位首相到美國國會演說的 這個都講過了 來看看科皮這個也講過了 現在很奇怪的事也會慢慢的出現 為什麼說會很奇怪的事慢慢會出現 進半年以來 日本的電視的在台灣的廣告 越來會越增加 我大家要觀察的話 就是在平常的話 因為有人邀請我去參加某一個日本的設計師來日本 來到台灣來辦這個研討會 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類似像類似這些活動一直來 很正常嗎 因為我們到日本 台灣民政府到日本已經四年多了 現在要去十二月 十二月還有一場大的場子 要去拜靖國神社跟天皇注射 是第五年了 日本已經都知道了 台灣還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他們的廠商都來這邊再做廣告了 以後台灣的市場 也就變成跟日本是國內的市場了 我當時後來也有跟很多的朋友講 叫小孩子啦 開始不僅要學英文 也要學日文 未來的趨勢嘛 未來你要找人家一步 你未來的發展是無限的 這個就是這樣啊 我回想差不多在 應該差不多在兩年前啊 有一個南輝回來上高級班的同學 李童欽 差不多二十一二歲 因為我有在上課的時候有宣布 如果你是從國外回來的 年輕的上了高級班以後 我會上送你一個徽章 那麼當時我也送他回上 我知道他是南輝來的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來上課 他說他父親叫他回來上課 再來 他在上完了以後 他告訴我說 他 南輝的學校安排一年 跟日本的學校要他到日本去 一年交換 等於日本跟南輝學校的交換學生 他要去學日文 你看 他的父親培養自己的小孩子 回來讀 南輝是學英文的 安排又跟日本交換 那以後 無論是做生意 你必須這兩個語言都會 你生意一定會做得 比別人家還要多 所以大家 同心你們有這些小孩子的話 也勸把英文跟日文加強 未來都有希望的 我為什麼這麼講 把這個照片丟出來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什麼 東京消防特行隊 所以 收隊 守參與 萬安遠時 奇怪 奇怪 奇怪不奇怪 奇怪 早期 馬英九收 以前的八八水災 馬英九收 外國 外國 來 支援 救災 美國 飛機 美國那個 運輸機 降落在 台南 這個照片 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 我知道我們有了 我們如果在 台灣民政府的資料庫有 降落在 台南 因為中共 他們說也要來救災 當然他說 不要來 就是說 他全部都說季節了 外國的都不能來 美國的 台灣我佔領的 我高興下來就下來 就是下來 就是下來 這個就是這樣 F18的不是也來了嗎 這些就是 我們這邊要告訴我們這邊的人民 因為我們的人民都還不清楚 這個蠻奇怪的就是 我們 萬安演習啊 日本的會來 馬英九收 外國的 救災都不能來了 演習的給他來 去思考 大家思考 大家去想 這一次啊 這一次也要來 我們最大的 台風 上一次的 台風沒有轉向 日本也來參加那個 烏來的舊爛耶 有看到的 舉手一下好了 謝謝 因為有的沒有看到 當時我也有啦 印當也有資料 報紙有嘛 對啦 就是 因為 我也把它收集一下 報紙上 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 日本都很清楚啦 台灣這塊土地 就是 日本天皇所有 自己 以後 會很關懷 台灣 那 這個是 慢慢慢慢 會 越來會越多 看的會越來越多 其他的縣市 為什麼沒有去 因為 指標啊 是他嘛 前面我講 什麼事情 都在看 台北市 台北市怎麼做 其他的縣市 才敢 跟著做啦 要不然 不敢啦 這個就是 所以天佑台灣 就在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 柯文哲 當選 台北市長的話 那真的是 台灣真的是 亂七八糟 會被 那個 連勝文 把台北市 全部都賣掉了 他說 他說 發行股票 這個就是照片 這個就是照片 他們在 參與 演習的一些照片 這個拍拍回去 去 去告訴 的親戚朋友說 日本都快要來啦 你們都還在那邊等什麼 趕快來說信 真的嘛 這個是真的嘛 可能這個是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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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的 一人 這個 這位 這位 官員 美國官員 在国安的官员的主席麦爱文强调 他会确保台湾 第二个 蔡英文是显得中华民国的什么 总统 跟罗氏所说的 要台湾人民 给我们自治不相符合 这样大家清楚吗 事实上就这样 蔡英文 你要选他是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真正依照国际华 战争华旧军参合并 条约以后 必须要逐台湾民政府 必须要逐一个台湾民政府 那那个时候啦 蔡英文 你们就搬到金门马祖去吧 只有这样嘛 只有这样嘛 因为你显得是 这个外国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外国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位 可能 可能未来 可能未来日本的后期之秀吧 这个是 安信夫 就是安倍晋三的 安倍晋三的包地 所谓包地就是 同父母亲生下来的弟弟 是他的弟弟 有时候说 包地就是 亲弟弟 同父母的 有没有像 也有像嘛 这个叫做安信夫 以后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这些人 当然 这些人 都记一记 说不定 说不定 我们如果十二月份 去中金参拜 敬果神社 跟去天皇 注射的话 说不定 他们说不定 也可以出现 也不一定 这个大家都清楚吗 但是我也要补充一下 事实上 登出来以后 秘师长说奇怪 我们 我们的照片流出去 他说这张照片 我们的照片 照片流出去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流出去 因为他也来受信 为了要访问我们 特别来上初级班 上初级班 他也跟蔡英文一样 领一面 美国的国旗 旁边的人 把他照一下 这样清楚吗 这个给大家 再补充一个 他真正 感谢苹果日报 来跟我们做这个 很切实际的访问 在我的记忆里面 在苹果日报 当时曾经 他们政治族 正在做的 新闻在处理政治 派一位记者来 要来跟我们访问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三点多钟 我下课了以后 在办公室去碰到 秘师长也在那边 那他们说要来访问 秘师长说 你要来访问 你都不知道 台湾民政府是什么吗 那这样好了 我的作品 我的资料 差不多五六本 拿一个纸袋子 请把这些 回去 看一看 去读一读 看一看 你要来 问我 那你就清楚了 就这样 拿一个袋子 给他这个记者回去 所以 他们已经很清楚了 要访问之前 都打电话来约了 也派了 不是只一个来 派两三个来 那这个 这个就是 事先都约好了时间 我们也 欢迎他 叫 叫这些 我们现在 都是年轻的 这些 干部 你看这些都是年轻的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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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ita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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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自己 是 是 頭版頭 翻過來就是AR 這個指示說 服辣四萬人 因為我們有四萬人 申請身分證 是 事實上 現在 中華民國政府 還是 在排日的 還在排日 這個是 把日本的東西 都 在排日的現象 這不管它怎麼樣 因為 有這些照片 來佐證 美國當時候告訴我們說 軍隊方面 美國他們來處理 軍隊方面 如果他們 美國 軍隊進來以後 軍隊 流亡政府的軍隊方面 他們 美國來處理 內政方面 就是 警察方面 由我們 黑熊 來處理 就是 黑熊 就是 警察方面 由 我們處理 我們 訓練 一匹 黑熊 這個黑熊 這個名稱 是美國 一個特種部隊的名稱 也是 美國 送給我們的 台灣 台灣的黑熊 一展開 這邊是 勝利的 意思 這個 這個就是 這樣的 這個 在這裡面 大家看到了 這個就證實了 什麼 美國 美國 跟我們所講的 軍隊 他們來處理 你看 美國 太平洋 司令 司令部 美台 合作 他 這裡面 是他們 這個整個 的記載 事實上 都在 在整合 都在整合 再來看 這邊寫什麼 六零一旅 六零一旅 跟美國二十五 戰鬥航空旅 結門 結門 是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美國告訴我們 軍隊他們來處理 那 那他們就是 要去處理 慢慢慢慢慢慢 這個 這個信息 我們在看 當然 這次歐巴馬 所講的 我們還有一張 這一張 看這一張 這一張 是誰 丟出來的 AIT 是什麼 美國在台協會 他 丟出來 這一張 照片 其他的人 可以去照到嗎 不可能 他 照到誰 這個是誰 中華民國的參謀總長 來 參加 美國 指揮 官交集 平常的人可以照到這一張嗎 不可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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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T 會 把這個 主動這個照片 丟出來 這個 丟給自由時報 為什麼 要告訴台灣人民啊 台灣人民真的是 不是 不是 被 被騙 被管 思想都沒有開放 講一個說 都把你 對 你 對 看 這個 報導 就是 要給台灣人民知道嗎 要不然 AIT 丟這一張 要做什麼 我們 我們 部隊 我們已經 差不多了 事實上 事實上 好 國民黨 他 沒有 徵兆 蔣中正 跟蔣經國的信訴 為什麼 因為 為了 討好 中共 為了 他們以後 想過去 要給 中共 求情 蔣經國 跟蔣中正 會這樣嗎 當時我輸 皇宫皇宫皇宫大陸七 我们都是在唱这个嘛 现在是什么两厢好 说他们什么继承什么 这个都是骗我们这边人民 当时告诉我们说 中共是敌人 现在说 现在说 国金 共金 就是中国金 你看 使我们 国金 全部抓起来都要枪毙 不是啊 不是啊 他们现在说 不是啊 那 你看看 以前枪毙的那些怎么办 这些人 这些人 不是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还有良心哦 他会敢讲这样 上位 上位者 对着 对着 美国 美国 就跳起来了 就跟他 还脸了 这些人 那我们这边 相安 无事啊 没有问题啊 你们来 我们很欢迎 我们也过去 大家 这下 红酒 加 干杯啊 把酒 圆欢 真的是 是 对 尤其 这个是 退休的降临 到现在 还在领 台湾人民的心象 我们这边的住度是怎么样 半年回来一次就可以了啦 钱零零有 我们这边是花半年 半年花一笔钱 再半年花一笔钱 再半年花一笔钱 你们来零零钱 这个 人民都不知道嘛 不要给你们支带嘛 真的是 台湾人民实在太 很多啦 很多的一些生活都过得不好 都为了生存 都在边缘上 政府没有作为 越来越多 首先要用军造问题 他认为上面的人就在喝佼佼酒 都在喝红酒 他还要有什么忠诚度 没有忠诚 还有你看 还有盼几个说 那个是毁谍 到后来都没有事啊 张显耀的案件 有没有 这个真的是乌龙 这个是我们的广告 美国这些 你看美国的 这些都戴眼镜坐在前面的这些 县遇经人 刚刚所谈到的 馬高級政府改組的大局,公務人員的施募卻越減越迴 馬高級政府改組的大局,公務人員的施募卻越來越多 馬高級政府改組的大局決定出場 馬高級政府改組做基本上 Cost e些居然和否制住 民地道安法都移民ile 民地道安法ああ يد泰永威懈至4月 巴佳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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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壓制亥 圖案數被人家運到此為止 評判警者增車賓 这个主要告诉大家 希腊 希腊 那发生 国家财政破产 黎明天说 这人不一定会有所谓的 本人不一定会有所谓的 或者是 这人不一定会有所谓的 所以 这人不一定会有所谓的 这人不一定会有所谓的 这个主要是 這是告訴馬政府執政 台灣下個希臘 這個只給大家參考 這個都給大家參考就好了 來 現在又回到看到日本的資料來了 上一次科皮馬 現在這一次 這個是什麼時候 今天幾號 是不是又來了 日本又來了對不對 奇怪會日本越來越多 台灣有事 他們就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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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应当我们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今天的报纸 这个是今天的报纸所报道的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了解这样 这个就是实际上 跟我们所学的国际化战争化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 都是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有的土地 安妮必须要根据这些由美国吃面 那么来把这个台湾地位正常化 那他能够喊出来 能够喊出来 台湾没对日抗战 那这是实实 因为他只要马英九在批评 马英九批评他说 批评他说 在日本所讲的话 在日本所讲的话 他说钓鱼台 是日本的啦 就批评他是日本的 当然总统又讲这种出卖 他说中华民国内日的心态 类似这样的话 当然他现在又出来说 他这个是史实 依照历史上是这样的 他还在说 为政者应向人民说实话 国民党不要炒作啦 他只是在炒作险情的 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 很奇怪的事啦 为什么很奇怪的事 黑人 那个蓝辉的险级 白人的险级人 跟黑人的险级人 他们很清楚 黑人一定投什么 黑人嘛 所以曼德拉很顺利嘛 没有 没有 第二任 南非总统的前举 也是一样啊 没有 白人在当过总统 但是 在台湾的话 如果你要划分 本省台湾人 跟不是本省台湾人 你自己在操作 那真正你们操作真的有利吗 等于是 他现在 他现在批评嘛 批评嘛 批评他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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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李登辉啊 他所讲的话啦 他是依照事实 使官在讲 他说 他说 他是 等于是 有违背 中华民国利益啦 当然 但是事实上啦 一个 一个 站在上面的人 我刚上课前啦 我就告诉大家啦 站在讲台前 有的人 有的人讲话是怎么样 跟下课以后 下台以后 讲的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 中华民国 教我们的嘛 啊啊啊啊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怎么样 府方 表示什么 总统府呢 说他 啊 每日死官啦 火定了台湾啊 啊 火定了台湾啊 这个 主 主权 或者是说 火定了台湾的价值啦 事实上喔 你 他是 火定了 这个台湾改为什么 中华民国才对嘛 因为 他不是啊 现在报纸都是这样 他们讲的 好吃的 都说中华民国啦 啊 坏吃的都是什么 台湾啦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这种现象啊 那这个 我们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 这个 因为跟 啊 跟 啊 馬英九很好的 都是 啊 有这种现象啊 啊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嘛 要 对啦 弄一个马 un 银 对啦 弄一个马和银 realizar 应当 这个图大家都看过了啦 有看过吗 有看过吗 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乱 所以他跟中国去讲 如果美军将把中华民国请回的话 希望中国有一个地方给他们安置的地方 跟中共谈一谈以后 他说好了 那这个地方很适合 跟台湾也差不多多少也蛮近的 现在也有台中港有定期船班再跑 台北港也有定期船班再跑 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台湾要去的都可以在这边 台币也可以流通 都可以啦 要去的可以到这边去啦 因为中共也好管理 他怕差不多三百万人 可能台湾美金进来以后 大家跑掉了 跑到哪里这边最方便啊 因为台币都可以用啊 都可以 如果有的人 三百多万人 有的跑去四川 有的跑去 黑龙江 有的跑去 桂林 这些乱跑 到时候都起革命 他很伤脑筋的啦 对对 如果都跑到这边来 好 你们在这边乱没有关系 把他炸掉就好啦 你再 对啊 你在岛里面 你去怎么乱跑 你们去 在那边去革命都没有关系嘛 好控制嘛 所以 他们好啊 所以 就 会有 共同规划 共同投资 共同建设 共同管理 共同设益 好 这个是 平坦的 特色 好啦 我们 要来 可能这个影片 有的没有看到 好 啊 好 我们也再来 看看 这个影片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统战的手法 可能又来了 好 现在很多人 都打算去平坦岛 为什么是这个岛呢 好 有人说呢 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单光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里来 好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平坦县跟台湾呢 航程是三小时的距离 不算太远 他们现在开始呢 就在大举的挖角 我们台湾的人才 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 平坦实验区 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 台湾人 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 而且呢 据说哦 民调当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是愿意当中国官 年薪当然很高了 大概是两三百万元 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 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严览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是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 可是亲民党否认了 船身高达四层楼 附设豪华内装 莉娜伦正式起航 从台北开往平坦 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 要找一千人去当官 我有去过 你有去过大陆 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 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 如果说他进出年薪两三百万呢 哦 那可能就会考虑 哈哈哈 商品城加紧赶工 大片荒地 未来要盖高铁 福建平坦实验区 号称两岸共治 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 网路真才职务五花八门 每年可领二十万到六十万的人民币 最高年薪相当台币三百万 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 最后一个经济特区 也最后一个机会 所以本身来讲 平坦整个设计啊 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 来做一个整体企划 拿高薪当诱饵 第一波吸引七十多人 投履历 最后只取六人 录取率不到10% 全是狠角色 曾经参选市议员 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 现任平坦医院副院长 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 还有平坦区管委会副主委 梁秦龙都有金融背景 甚至传出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也在沿览名单 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 宋主席了 国民党啊 新党啊 这都是最严重的 甚至于说有了政党 他们的党主席 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 区内特别标示 距离台湾只有六十八海里 交通薪水双管齐下 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 三连新闻台北中央报道 好 我們再看看平坦受害的台商 來 全体中共在福建平台设立实验区 福建伸张抵台大力推销 並進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 發起抗议中共投資誘骗陷阱的大遊行 告訴台灣民眾 平坦是中共招商引資的又一個火坑 我們今天的透視焦點 黑暗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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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官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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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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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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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中共引資伎倆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舉辦遊行 面對中共大力推銷平坦實驗區 提出各項投資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現在這個平坦說兩岸共同設計 共同經營共同開發 最後共同共享 其實是騙人的 不過是另外一個引軍入翁的新招 這個就很擺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灣掏空嘛 因為平坦 他每次都是畫一個大餅 然後設下一個陷阱 然後讓我們來到我們這邊招商以後 台商一進去以後 他就往中桌邊了 開始宰你們了 現場參與遊行的台商 也控訴中共黑暗司法 說中國現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資的詐騙工具 我們今天最主要來辦這個活動 我們也就是要警告台灣人 中共的這些 這些伎倆 我們已經看透了 中共就是這樣 每次就是 他如果法律贏你了 他就依法辦 法律輸你了 他就用搶劫霸佔 司法在中國大陸 簡直只是作為他來 詐騙的一個工具 這根本就沒用 中國的人民 最高人民檢察院 告訴法務部說 我這個案子 不在兩岸司法復制範圍之內 我把海基會跟海協會簽的 兩岸司法復制 拿給他看 這白紙黑字 賭足罪啊 怎麼會沒有呢 那法務部說 他們說沒有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的 我們這個法務部 好像是他的下屬單位 他說沒有就沒有 受害台商接下來 將繼續在台南高雄兩地遊行 要用血淚教訓 揭露中共誘騙投資陷阱 新唐利亞特定是邱天喜趙陽 台灣台中才 好 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中華民國的仲裁協會 中華民國的仲裁協會 第一次在北京開會 我有氣 我也是ROC的仲裁協會的仲裁人 七開最後做Q&A的時候 我舉手了 請問他們的法官說 為什麼台商在中國打官司都敗訴 他的回答說 違背中國政策都判訴 大家想喔 違背中國政策都判訴 我回想 我在國外 也跟一位上海人 也跑去國外在經商的 也多少我們有生意上的關係 他告訴我說 他們小學的教育裡面 已經告訴他們 台灣的生活比中國還要好 是因為蔣中正把中國的黃金都帶到台灣來 他們去講這種思想 當然我們這邊去中國 剛剛好 宰到了機會 宰你一下是應當的 他們 當時候他們的交易是這樣 他們 中國的 中國的人民 生活比台灣差的理由 就是 蔣中正把 中國的黃金都帶到台灣來的 那 那 那麼 因為 最後 有人提問題嗎 沒有關係 我 現在 還沒有 給 提問題 前 我要拜託 兩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回去 一定要介紹 年輕的 有專業的 來受信 第二個 回去 介紹你的親戚好友 來辦身份證 這些 以後 都對 大家都有幫助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那 還幾分鐘 來 前面 那個 童心 你要問什麼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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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